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站在这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Ambientum Service Mesh中去enable我们的EBPF Aris和我都是来自Intel的一个云原生开发团队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都主要致力于 Service Mesh的一个开发和优化 今天稍有遗憾的是Aris现在本人在美国 所以他没办法赶到现场 没办法赶到现场和大家来面对面的做一个交流 所以今天主要由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分享 今天我主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什么是Ambientum Mesh 当然这个前面已经有几个topic简单的介绍过一下 然后是Ambientum Mesh的Data Plan目前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如何去使用EBPF去加强我们的Ambientum Mesh的Data Plan 最后会有一些在Enabling EBPF Redirection过程中的 一些Lessence Learn的以及一些下一阶段的可能的一些方向和想法 首先我们再简单的过一下Ambientum Mesh的一个Background 那Ambientum Mesh呢是去年的9月份正式announce出来了一个实验版本 然后在今年的三四月份 我印象是三四月份 然后Ambientum Mesh的一个Code呢 合并录了一个主分支 然后随着H2 1.18的一个release呢 Ambientum Mesh呢也进入了一个Alpha的状态 目前呢社区正在努力的向Beta阶段做一个改进和开发 然后之前也提到过Ambientum Mesh和原来SideCode模式的 Service Mesh的最主要的区别呢 在ControlPlan上面其实它没有太大的改变 主要是在一个Data Plan上面 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动 那相较于传统的那个SideCode模式的Service Mesh呢 Ambientum Mesh呢将数据面 从ApplicationPode中呢彻底的一个玻璃出来了 不再使用SideCode或者一些InnetContainer 去做一些Pode中网络的一些初始化 就使得用户的那个ApplicationPode呢 那个网络会变得更加干净 这也是AmbientMesh这个名字的一个由来 就是说Pode中是一个很纯净的一个方式 那AmbientMesh8也把那个四层和七层 给隔离开来了 也就是说用Zetano去做一个四层的服务 然后呢七层的服务依然交给Waypoint Waypoint目前社区的实现呢 还是沿用原来SideCode模式中的VoIProxy 可以去做一个实现 那Zetano呢是A16社区去年开始用RUST 进行编写的一个轻量级的一个proxy 它目前是主要去支持了一个HBone的一个 ZeroTrustTunnel的一个代理 那七层的一个之前也有TOPIC提到过 七层的Waypoint呢它是现在转换成了一个可按需的 可扩展的一个七层代理 那这样的话呢就提升了一个资源调度的一个灵活度 那AmbientMesh把SideCode的proxy挪成了一个 社区里面介绍是一个RemoteProxy的模式 这就要求呢我们在数据面能够透明的去截取用户的一个数据流量 并且还需要去转发给重定向给Zetano去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处理 那原来SideCode模式下面呢 我们所有的用户流量呢 数据是在POD的一个NetworkNamespace中 那原来是非常方便的可以通过Iptables啊 一些RAW去把这个数据给截取到我们SideCode的proxy中 那现在把它挪出POD之后 那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说如何在POD的traffic进入hostNetworkNamespace之后呢 把它截取给Zetano 这就相较于原来SideCode模式呢 这个从数据转发层面来说呢会变得复杂起来 也是现在目前Ambient来说呢 我个人认为的一个数据转发的一个关键问题之一吧 这幅框图呢简单介绍了一下 AmbientMesh中application流量是如何被截取 并且转发给Zetano的 那之前有小伙伴已经更加详细地介绍了 我这边再简单地过一下 那application workload呢就是像往常一样 还是作为client或者作为一个server去进行一个流量的 一个分发和接收 那在hostNetwork中呢 我们需要对加入AmbientMesh的POD的 所对应的所有的出口流量 我们需要通过policy root策略路由以及IP tables的规则呢 把它截取并且最终的overlay 通过Geneve Tunnel的overlay到那个Zetano中 相对于ingress流量一样 对于它的入口流量一样 也需要通过这些策略路由IP tables 去进行一个截取并且转发 通过overlay把数据包原封不动的 原汁原味的去转发给ZetanoPOD 那这里的Geneve Tunnel 其实起到了两个作用 一个是可以把applicationPOD中出来的traffic的packet 原封不动的去overlay给Zetano 那这样就可以使得Zetano那一侧的处理 就像原来赛的卡模式一样 那另外一个它可以通过Geneve Tunnel这个interface 去标记label 它是一个inbound的traffic 还是一个outbound的traffic 那对于ZetanoPOD这边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demo set的POD 那它就是它的网络接口 也是一个简单的Vspear的ETH接口 那对于它来说 它其实会处理三种不同的流量 一个就是POD过来的一个outbound的流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outbound的Geneve Tunnel 去接受这个流量 还有一个就是inbound的一个port的traffic 另外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它Zetano本身去initialize的一些traffic either是通过hbone加密的一些 0-trust的traffic either是往localPOD去做的一个plan test的一个request 那当流量被成功地截取并且转发到了Zetano之后呢 Zetano会去inspect layer4的信息 然后根据当前系统的一些control plan的配置呢 来决策下一条到底是去往remote的一个ZetanoPOD 还是去往waypoint service对应的waypoint 或或是一个local的一个applicationPOD 这就是主要是简单介绍了一下 POD的流量是如何被透明的在host network namespace中截取至Zetano 也就是说我们对相近于原来sidecar proxy的一个remote 那正如上一页那个slide提到的呢 GenevaTunnel不仅把原始的数据包原汁原位原封不动地给截取 并且转发给了Zetano proxy 那使得Zetano proxy可以像原来sidecar那样进一步去处理流量 那更进一步的两条GenevaTunnel其实也扮演了刚刚提到过它是 就是扮演了一个label标签的作用 用来区分inbound outbound还是normal traffic 那而且目前从ambient mesh整个设计来说 Zetano定位于同 Zetano定位于一个类似 与当前节点application port 在位于同一个host network的host的一个remote proxy 那就以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说的话 EBPF是相当合适 去解决这样同一个主机内部一个traffic redirection 问题的一个方案吧 这样也就可以进一步去减少 那个GenevaTunnel的一些分包解包的一个overhead 也可以相对应地去提升一些性能上面的优势 然后在去掉GenevaTunnel之后呢 其实通过EBPF去做这样一个转发呢 相对来说也可以把原先一些 在host network namespace里面去配置的一些 相对于原来side card里面更加一些复杂的 policy root啊一些iptables的规则呢 可以一并去除掉 因此呢我们在EBPF进行数据转发的方案中呢 数据面上呢我们对于每一个 在ambient mesh scope范围内的port呢 我们在它的对应的在host network namespace vspear的那个interface上呢 我们会挂在我们的EBPF程序 那在这个EBPF程序里面呢 我们会对所有它的inbound的流量打上标签 并且通过BPF redirect的help function 去把这个包直接转发给Zetano 那相对于inbound的流量也是一样的 我们会打上标签 然后通过BPF redirect把它转发给Zetano 那在Zetano的egress下呢 也就是说Zetano的出口下呢 我们会通过查找数据表来查看说 这个destination的IP是否是我们ambient scope mesh amient mesh scope中的一个application pod 如果是的话 如果hit到的话 我们会直接通过一样的通过那个BPF redirect 把这个包直接转发给对应的application pod 这样就跳过了一个协议站的一个处理 然后在Zetano ingress上呢 我们会通过之前的一个数据包标签的一个 一个classify 直接可以去 assign 把这个packet assign 给对应的listening socket 或者一个已经established的一个socket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BPF TCEBPF的一个hook的挂载呢 我们就可以把原先在host network namespace中的一些policy root 啊 iptables啊 以及Zetano给省略掉 那控制面上来说的话 我们和原先的iptables mode 其实是一样的 EBPF redirects也是通过一个事件的驱动 当有port的端口被新建或者删除的时候呢 会通过H2的CNR plugin 来通过一个通知调用 通知调用我们的eBPF redirects 的一个control plan 那这个control plan 会去负责挂载或者卸载一个eBPF的program 同样也会去更新一个eBPF maps 与此同时呢 那个H2CNR demo呢 也会是不间断地去监听 整个node上面的一个pord 以及namespace的一个event 因为可能用户会动态地去把pord 或者include到ambient mesh 或者exclude到ambient mesh 那他今天听到相对应的事件呢 也会通知到我们的eBPF redirects 的control plan 去做一个相对应的挂载 和卸载的一个动作 那同... 我们呢 同时也用到了eBPF maps 去作为一个 unerspace和kernelspace之间的一个桥梁 这个eBPF maps的主要作用呢 是把control plan的一些配置 配置规则下发给一些配置规则 以及pord的一些interface信息啊 ip信息那个mach信息 下发给dataplan的eBPF program去使用 这是一个maxqps的一个performance的一个test 这个test是在一个cand的cluster中进行的 我们是使用fault.io的... fault.io作为client和server做的一个数据测试 那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connection数量上的情况下呢 eBPF redirects的一个性能 相较于原来的iptables的一个性能呢 会差不多大概都在有20%左右的一个performance提升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如何去enable我们这个eBPF mode的一个redirection呢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社区的指引 getting started with ambient mesh 这个链接里面会有一些去如何setup 和一个基本的k8s infrastructure的一个步骤 然后在安装istil的过程中呢 我们只需要加上一个变量 就是values.ci.ambient.directmode等EBPF 那通过这样一条命令 我们安装的那个istu呢 它就是支持ambient的一个EBPFredirection的模式 那当安装完成后 我们可以通过istu.ci的log去确认是否 eBPFredirection enable了 也可以在node的vthpare上去tcfilter秀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有在ambient mesh include pod上面的interface 是否已经挂在上了一个eBPF的程序 那目前的状态呢是有点遗憾的是在前几个月 stu做CNCF graduation的时候呢 在这个eBPF bytecode的一个license check上面呢 目前CNCF那边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指引 所以暂时EBPF的code呢 在man branch上面是disable了 相信呢在CNCF legal community有一个明确指引之后呢 eBPF的code会马上回到一个主分支 当然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 可以通过自己去编译这样一个支持eBPF的 stuCNi的一个image 我把命令也贴在了这里 然后或者如果大家只是想尝试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我已经编译好的一个Docker image 这个Docker image是基于目前最新的1.19.0release的image 然后这里面已经把eBPF enable了 然后可以直接通过下面这一条命令直接进行安装 那之前提到了目前eBPF redirection方案中呢 是使用到了一个TC eBPF的hook 那么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 如果有很多越来越多的模块 因为现在eBPF也相对来说使用的人会比较多 那会有越来越多的模块使用到这样一个TC eBPF hook 大家都往这一个interface上面去挂载它的eBPF program 那模块之间的一个逻辑优先级将会是如何去共存的呢 这是一个从 左边这应该是从一个 BPF bootstrap里面去 摘取的一个代码片段 它主要是一个 TC eBPF hook的一个 handler的一个实现 那右边那个是从 Kernel的 Samples去摘取的一个片段 可以看到大家 它的一个 Handler的入餐就是一个 SK buffer的contest 那 在它的代码段里面可以去实现一些 对packet的一些 读取 或者去修改这样一个packet 那它的返回值 看到很多例子里面都是用tc ok或者tc short tcxshort的话会去丢 丢弃drop这个包 那 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探究一些 Kernel中这些tc eBPF handler 最终是如何被执行和使用的呢 那tc eBPF hook 这边有 它有一个优先级priority的一个设置 那顾名思义 那个high priority的handler 会优先被执行 然后呢 它在同一个priority中呢 又可以挂在多个handler 那这里面Kernel中的实现呢 它是对于一个同一个priority中的handler 它是用一个ICU list去实现的 然后每一次插入的时候 它都会往这个list的表头去插入 所以 所以当它真正被执行的时候 它都会是先执行最后最新一个被插入的一个handler 那这些handler 那这些handler 何时会去中止呢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来说 它有四个主要的一个written code 那tc eBPF ok tc eBPF short 以及tc eBPF unspec 和tc eBPF 那前面两个呢 它都会直接把 在 如果有一个handler返回了前面那两个值 那整个tc的那个handler的chain呢 它都会直接停止掉 那后面两个呢 它会继续去执行你后面 如果你还有handler的话 会继续执行后面handler的一些方讯 那下面我通过两个小例子来看一下 就是tc ok和tc pipe 或者tc unspec的一个行为 那左边这边的话 写了两个简单的一个hook hook的其中 它主要是把 主要是打了一条log 然后做 return了一个返回值 那我们通过 把hook1 hook在了interface的priority1的那个chain上面 然后把hook2呢 install在了priority2的一个chain上面 那我们可以通过debug的一个logoutput 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interface上面的packet 它始终只有调用到了一个handler 但是这个hook1的一个handler 那个hook2的handler 始终没有被调用到 这也就可能会造成一个 大家多个模块去做集成的时候 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的code压根就没有被调到 但是单独做一个测试的时候 可能work的比较perfect 那如果我们 左边这边是另外写了两个hook的handler 那这两个hookhandler呢 我们就用tcxpipe作为一个返回值 那我们分别在interface的priority1 chain上面去先后hook了 先后hook了那个hook1和hook2 然后在priority2的chain上面呢 也先后hook了先后hook了hook2和hook1 那可以从debuglog的那个output看到 对于同一个包呢 它依次会被priority1的hook2 hook1以及priority2的hook1 hook2去做一个handler的一个parser check OK 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的那个 对ambient mesh中数据转发方面的一些细节 以及最后对tcbphook的一些探究 那对于ambient redirection而言呢 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个工作 需要被去完成和完善 那主要我能想到的有一些是 比如说和不同的cnei plugin 去做一个集成 以及和cnei的一个network policy 去做一个交互集成 最后呢之前也有伙伴提到了 去用socketmac做一些redirection上面的一些加速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计识去做一些加速 那很高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和我们在select channel 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交流 好的 感谢这个里纯的精彩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